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 是来不补炉抓药的吗 怎么不见你的爸爸妈妈呀 是不是 早丢了 不是的 那个 我叫阿鱼 其实我是 嘿 琪琪 还有阿贵 你们遇上什么麻烦了吗 旅行者 跟派吗 两位来得正好 这位小朋友好像是从离岳岗外来的 大概是不小心走丢了 请等一下 走丢的人不是我 是我爹 你爹 这么大个人 怎么会走丢呢 我爹他从前就容易忘事 过去还只是反应比较慢 可是最近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那你的妈妈呢 他几天前出门给爹采药去了 一直没有回来 这些天里 爹的情况也越来越差 我想起以前的海灯节 不补炉的主人都会来清测庄里给人看病 就想带我爹到离岳岗请他看看 可我们刚要进离岳岗 才跟门口的千颜君叔叔问完路 一回头人就不见了 我已经请千颜君叔叔去找他了 但他们能处的人也不多 所以我就想能不能先到城里请人帮忙 放心吧 我们可擅长找人了 对吧 还有 长生 她的鼻子比狗狗铃 是谁在背后说我会话呢 长生 琪琪这话并无贬义 不用计较 小朋友 刚才听你说要找布补炉主人 是有什么事吗 带着会说话的蛇 啊 你 你就是白竹叔叔吗 哼 白竹叔叔 长生 正是要紧 小朋友 还请详细跟我说说 好的 白竹 先生 原来如此 你们一家是住在青厕庄附近 我常去那边出诊 但似乎未曾遇见过你们 我妈妈不太喜欢和外人见面 尤其是海灯节的时候 总让我待在家里好好陪着我爹 这样吗 阿渔 你母亲的名字可是江黎 诶 是的 白先生认识我妈妈吗 不错 阿贵 琪琪 店里现在还有事吗 阿渔的父母与我有救 我想多请些人一起帮忙寻找 不知你们是否有空 还有我跟旅行者呢 我们刚刚可都跟阿渔说好了 哦 那真是再好不过 就有了二位 助我们一臂之力了 我跟琪琪去收拾一下店面 马上就出来帮忙 家人 很重要 嗯 那不补炉就先拜托你们了 旅行者 海蒙 我们先随阿渔一起 去问问城外的千言君 有没有什么线索吧 往北一带都已经搜过了 没有看到类似的人影 这下就麻烦了 城里也没有消息 要往更远处搜寻 恐怕还得申请更多人手 千言君叔叔 请问有我爹的消息了吗 是你啊 还有白先生也来了 受这位小朋友之托 我们也来帮忙了 请问现在可有什么线索 太好了 我们正仇人手不足呢 至于线索 非常抱歉 非常抱歉 这一带我们都已经搜过了 但还是没有找到人 把守前方路口的兄弟们也说没有见过 不像是往归立员去了 难不成是跑去路滑池了 路滑池吗 那附近地形复杂 但愿不要出事 那真是太感谢了 抱歉小朋友 没能亲手帮你找回父亲 没事的 谢谢千言君叔叔 那边是 喂 不要再向前走了 脚下当心 这位客官 想照顾我们往生堂的生意 也不必这么心急嘛 你没什么事吧 爹 嘿 胡他 哎呀呀 让我看看是谁来了 啊 是旅行者跟派蒙 还有 麻烦的家伙 看来你还是不受他待见哪 刚才多谢胡堂主出手相救了 爹 你没事吧 还认得出我吗 我是阿瑜啊 你是 阿瑜 那我又是谁 你叫家梁 家主青色庄西边 要来梨岳岗看病 怎么样 想起来了吗 我叫家梁 要来梨岳岗看病 对 我叫家梁 要来看病 看 什么病来着 哇 都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得赶紧大大会步步如去 抱歉 抱歉了胡桃 下回再请你吃好吃的 哎 且慢 你们不会想就这么带他回步步炉吧 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白竹 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难不成你师父忘了教你这门功夫 又或者说 你已经察觉到了 却还想拿他干什么好事 嗯 你 你们这是在打什么呀 梨呀 我都快被绕糊涂了 家梁身上 有魔神残渣的气息 不只是有 甚至还在失控边缘 一旦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 魔神 残渣 胡桃主不必多虑 我自有办法压制他体内的魔神残渣 医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眼前既有一条可以拯救的性命 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救 何况救助这位故人 是我已故师父的遗志 希望胡桃主能看在他老人家的面子上 给我一天时间 居然把书工都给搬出来了 白竹 你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只是想救人而已 胡桃主如果怀疑我有二心 大可随我去布补炉 从旁监视 你不是想来防着我吗 这次倒挺大方 成吧 光是把家梁留在这里 也解决不了问题 看在书工他老人家 还有旅行者的份上 本堂主就陪你们走一遭吧 还好带上了旅行者 不然白竹你可有的瘦咯 那么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返回布补炉吧 心脉淤色 气血受阻 原来如此 这就是神志不清的原因吗 白先生 我爹的病 还能治好吗 白竹这么厉害 肯定有办法了 你就放心吧 是吧白竹 阿鱼 你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出现着症状的 我 不太记得 从我祭祀的时候起 爹就已经这样了 已经这么久了吗 不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今晚就开始医治 你们可以明早再来 到时候 一定还阿鱼一个健康清醒的父亲 谢谢 谢谢白先生 胡堂主 如果你还不放心 想在附近看着 也请随意 不过 最好不要留在这房间里哦 医师治病要保持专注 中途被人打扰了可不妙 是是是 我就留在附近 看看花 赏赏草 一有一动就回来 明天见 白竹 还有长生 再见 各位 白竹 做好准备了吗 无妨 我已经习惯了 来吧 唉 也蛮解决了呢 不过 我还是有点好奇 白竹他说的故人 都是些什么人呀 你难道不感兴趣吗 嘿嘿 趁着白竹还在治病 我们就在附近打听打听吧 闲人闲来 爱上花草 盲人盲得 不得了 呦 两位大盲人 找本堂主有何贵干啊 哎 先别说 让我来猜猜 呵呵 看你们的样子 是有什么事情想问吧 嘿嘿 那个 就是有点好奇 白竹的师父 究竟是什么人呀 还有还有 为什么你和白竹 能一眼就看出 佳梁身上有魔神残渣 嗯 我以前没跟你们说过吗 网伤堂最初 就是为了对抗魔神死后的怨念 才建立的 都是些老掉牙的故事了 说什么太古年间 魔神作乱 仙人们为了维护生死的边界 开始净化空气 焚烧尸骸 如今这门对付魔神怨念的业务虽然不在了 他们俩年轻的时候曾经一起外出游历 在陈玉谷遇到了一名药师 也不知道那个药师给书公施了什么法术 他突然就抛下了家业要跑去学什么医 爷爷跟书公大吵了一架还是没能劝住他 后来爷爷继承了网生堂 书公留在陈玉谷一带行医 他俩到老都没有再联系 送葬的居然变成了治病的 真难想想 不过也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吧 若是寻常医家倒也就罢了 毕竟网生堂最开始 做的也是类似医生的工作 但听爷爷说 他们当年遇到的药师 浑身缠着不妙的利器 陈玉谷这一脉治病救人的方法 更是有被生死 有被生死 详情我也说不上来 爷爷当年只知道个大概 白竹那家伙还总是提防着 不过这也说明 他们身上多半真有什么隐秘 而且白竹对所谓的不死 似乎有着强烈的执着 不知道跟这隐秘有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现在就先静观其变吧 说不定等到明天 就能瞧出点什么了呢 说起来 你们有看到七七吗 难得闯一回白竹的老巢 却连她的影子都没看见 你说 会不是白竹这家伙 先一步把她藏起来了 爹 是 阿瑜 爹 你记得我了 记得了 记得了 抱歉 阿瑜 让你担心了 你妈妈呢 总感觉 好几天没见过她了 我已经上冒险家协会 请人找她去了 老爹你安心养病就好 白先生刚才也说 会一起帮忙找的 那就好 那就好 白先生 多谢你了 不必客气 恩是一命 自当敬礼而为 倒是我 这么多年都没找到你们 实在惭愧 白先生哪里的话 都是因为江离 因为什么来着 你大病出狱 还得恢复一段时间 顺其自然就好 不用勉强自己 这段时间 先留在不补炉尽养吧 胡堂主 你看家梁身上 可还有什么问题 确实 感觉不到魔神残渣的气息了 难道真的被压制下去了 但你究竟是怎么在一夜之间做到的 这就是师门不传之秘了 胡堂主若不放心 想留看多久都无所谓 只不过 这期间往生堂的损失 就请恕小殿 无力赔付了 放心吧 本堂主还没有那么不讲道理 在里边待了那么久 都快给我闷坏了 白猪 快带我出去透透气 好好好 那么各位 我与长生就先出去走走了 叫你非要在人前硬撑 这下难受了吧 要不是我极致 看你还怎么装下去 不过要我说啊 你也不必老是瞒着所有人吧 起码 也找一个信得过的人 谁在那里 你们怎么跟来了 只是闷久了而已 透透气就好了 都说了要你别硬撑 旅行者 太萌 其实 家梁的病情并未痊愈 是白猪将自己的生机 让毒给他 暂时压制了毒素 白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我的师门 与长生立有契约 历代契约者 都能以长生所受密法 治病救人 家梁的心脉有益 恐怕是中了一种 以魔神残渣炼制成的毒药 而眼下这毒病未驱散 只是我以长生为桥梁 将自身生机 引住至家梁体内 暂时镇压了毒素 长生 居然还有这本事 我还以为你只是白猪脖子上的挂剑 喂 当年在陈玉谷的时候 就连仙人也得给我点面子 说她是我的将子还差不多 白猪还没见过医书的时候 我就再跟她师父师祖 一块到处救人了 哇 看不出来 好了好了 胡桃说 你们有种不妙的救人方法 难道转移生机 会损害你自己的身体 没事的 用长生帮我调理气息 还伤不及性命 但白猪的生机终有进食 必须尽快找到解毒的办法 来救治家梁 旅行者 派蒙 能请你们帮着家伙一把吗 你们不开口 他怕是又想靠自己硬撑了 白猪 你不觉得这也是一次机会吗 你总不可能瞒所有人一辈子 时间那么长 总会暴露的 一辈子 多谢你们了 旅行者 派蒙 难得看到这样的白猪呢 你以前不也帮了我们不少吗 不用客气 家梁中毒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想去他们的住处 看看有没有关于这毒的线索 你来之前 我已经阿语打听过 他们一家隐居在青测庄的西边 待我将店内诸事交代完毕 就一起去看看吧 除了毒药的线索 还需留意阿语失踪的母亲 我那久未谋命的师姐 哇 这边竟然还有间屋子啊 好隐蔽 之前都没发现过 我常到青测庄附近出诊 也没有留意过这里 或许是师姐不想被旁人发现吧 对哦 之前急着赶路都忘记问了 失踪的江梨原来是你的师姐吗 嗯 当年我与师姐一起随师父 在陈玉谷附近学医 师姐长我数岁 很早就独自出去游历了 所以 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并不算多 听说她在游历期间 跟一名采药人成了家 看来就是家梁那小子了 哦 听长生这说法 你们以前没见过家梁和阿语吗 师姐偶尔会回陈玉谷 看望我跟师父 但不知为何 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事 最后一次回谷时 师姐似乎跟师父起了争执 自那以后 她便不再与我们联系 连踪迹也被刻意隐藏了 啊 争执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那时候就连我也不在场 师父从未解释过此事 只是嘱咐我 若将来有缘 能再见师姐或其家人 就尽可能地施以援手吧 哦 所以白主你才会冒着 这么大的风险来救家梁啊 不 即使没有师父的遗愿 救死扶伤也是医者的天职 我一样会这么做 哎 原来白主你人这么好 抱歉 以前还总觉得 你在算计什么 哼 只凭一句话 就打消掉疑虑了嘛 那你可得小心了 要知道所谓好人 也是可以为自己做打算的 哎 突然又变得画里有画了 鲜话就先说到这里 此地既然是师姐隐居之处 应该会留下一些线索 我们分头搜寻 如果有什么发现 再一起看看吧 真没想到 连江里的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不知道师姐这些年里 变了多少 这是 什么东西啊 刚才我与长生在屋内 发现了一处暗阁 里面装的就是此物 看来你们也感觉到了 没错 这是用魔神残渣炼制的毒药 他 他是不是还在呼吸 我没有看错吧 恐怕 这还是一瓶活着的毒药 带有生命特质的毒 我在朱病元后杂技中见过 古有鬼毒 性分慈母 虽隔千里 息息相连 如果这毒真是仿照慈法炼制 那家梁身上所重之毒 以及我们眼前所见的 应该都是子毒 只是一个分体而已 分体 还会有本体吗 嗯 失毒之人可以通过本体 间接影响中毒者的行为 或是心智 而中毒者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本体的感召 感召 难道说 家梁他一开始失踪的方向 吸引着他的 想来就是这毒的本体 作为炼制原料的魔神残渣了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这 这到底是谁下的毒啊 嗯 怎 怎么一下子都不说话了 既然这毒被妥善保存在暗阁里 那么失毒的人 大概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了 你是说家梁 可他干嘛要对自己用毒啊 你再好好想想 精通药食 要常住在这儿的人 啊 你的意思是 江梨 不对不对 江梨也没有理由对自己的丈夫用毒啊 我也不觉得 师姐会做出这种事 但是有能力拿魔神残渣来炼毒的人 翻遍黎月 怕是也找不出几个了吧 现在妄家猜测还为时过早 我们大可等医好了家梁 再问问他能否想起更多线索 嗯 据朱病原后杂技所述 母毒既轻 子毒自除 只要清除掉作为本体的魔神残渣 家梁身上的毒 多半就能不要而育了 关于清测庄的魔神残渣 你有什么了解吗 唉 这种史书上都没眼的事 估计也就只有那帮活了千百岁的老家伙们还有印象了 咦 长生你不是说 当年连仙人们都得给你面子吗 难道你没听说过这里的事 啊 这个嘛 嗯 长生的技艺与法力 叫起鼎盛时 已经消散了许多 现在甚至要靠与凡人签订契约 共享生机来维持生命 恐怕已经记不起这些旧事了 啊 签订契约 共享生机 听着怎么像是妖魔鬼怪会做的事 喂 请先上身这种事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由我帮忙调理气息 不仅延年益胜 还能强身健体 吃什么东西都不会闹肚子 强身健体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嘿嘿 白主你哪天要是退休了 能不能让长生也跟我签几天契约 可惜 继承这门契约 对星星亦有要求 历代契约者莫不如是 怕是不能如派蒙所愿了 星星 喂 你们没再绕着圈子损我吧 气死我了 我要给你们起难听的绰号 蛇架子 白绳子 唉 所以才说你心性不佳呀 好了好了 话归正题 你可有别的办法 能从哪位仙人处求问线索吗 仙人哪是想见就能见的 这群老家伙 哥哥恨不得一辈子不见人 还真有啊 不愧是郊游颇广的旅行者 能请到你们相助 真是一件幸事 我大概能猜到你说的是谁了 那我就不凑热闹了 换我何事 每次都要被你吓一跳 仙人都喜欢这么出现吗 竟然是这位 是你 不补卢白竹 见过仙人 当年的海灯节 不是仙人真身 如果有什么怠慢的地方 还请见谅 原来你们俩以前见过吗 一面之缘 有妖邪的气息 你找我来 可是为了此事 竟以妖邪炼毒 可叹 妄念 总叫凡人将生死置之度外 你的愿望 我具已知晓 青测庄下 却有魔神残躯 西年 此地曾有恶痴作乱 后来被帝君镇压 帝君镇之以尊相 令其无法再荼毒生灵 这才有了后来的青测庄 眼下封印大体无恙 你们要寻的所谓本体 或许是从地底泄露的少许吃血 但 气息隐蔽 难以感知 具体是自何处泄露 还需继续查探 若无必要 我不想对凡人动手 但如果要挟生孽 不可挽回 记得再换我的名字 罢了 我本无意出言干涉你们凡人的选择 但 长生不死 或许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仙家教会 自当铭记在心 再会 真是个奇怪的仙人 跟我印象里的 好像有点不一样 因为是香马 多亏了他 现在可算有点眉目了 魔神残渣 是自地底泄露 师姐若需采药 附近必有一处可达地下的洞窟 只要找到 师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阿贵 你怎么从不补炉跑来了 出什么事了 不要着急 先喘口气再说吧 不 不好了 家梁 家梁的情况突然恶化了 什么 这么快 暗往常推断 至少还有三天呢 看来 最不妙的预想成真了 诸位 我们立刻返回步步炉 爹 你怎么了 爹 不要怕 白先生会回来 情况怎么样了 白先生 爹他刚刚还好好的 突然就咳出血了 然后 然后就又连话都说不清了 阿贵 出门的时候 还有意识 阿贵 先把家梁扶去内室诊治吧 好 好的 阿玉 你放心 我会治好你父亲的 请 别担心 白先生 有办法 可是 可是 我 爹 你感觉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不会又突然病倒吧 好多了 已经好多了 虽然 说不上是怎么回事 但总感觉 身体比之前还要轻快 说起来 说起来 白先生在哪儿 我还没跟他道谢呢 才一清醒过来 人就已经在这里了 师父说 自己想先休息会儿 嘱托我扶您出了内室 然后 他就没再出来过了 这样吗 这样吗 也是 这都让白先生操劳两夜了 这份大恩 可真不知道该怎么报了 等找到江礼 我们得好好谈谈 说起来 现在有他的消息了吗 冒险家协会还没有给我回信 一会儿我再去看看吧 那我也 师父吩咐过 您现在的情况还不稳定 还请您先在步步炉里歇息吧 至于阿渝这边 我会陪着一起去的 只能这样了吗 真是麻烦你们了 也好 等白猪先生休息完 还得当面向他道歉啊 旅行者 白猪一直没露面 难道说 等等我 醒了吗 就算有我调息 你这么做 也还是太冒险了 时间紧迫 不得不为 况且 不算没有收获 师姐的构思实属精妙 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 可惜了 你说 白猪他还得睡上多久啊 你睡觉的时候 他们一直在外面守着 出去看看他们吧 嗯 他不会 不会就这么 哎 是谁在背后念叨呢 啊 白猪 长生 没事 只是抽掉了不少生机 需要一点时间 让长生帮我调养而已 家梁昨天不还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又要用这法子来医治了 是我最开始的判断有误 家梁身上的病 不止一种 所以生机消耗的速度 也超乎了我的预期 什么 除了魔神残渣炼的毒 居然还有别的吗 不如说 他所中的毒 从一开始 就是为了压制原有的病情而食用的 家梁天生患有罕见的心病 必须设法护住心脉 不然轻则叠血昏迷 重则伤及肺腑 魔神残渣于他而言 不是毒 而是药 如果没有这基药 他怕是好些年前 就已经死了吧 但以毒攻毒 也非长久之计 时间一长 毒物在其心脉中淤积 便损害了他的神志 而且长期用毒 会令家梁的身体产生抗性 药效御减 师姐必须不断为其炼药 来延续他的生命 阿瑜最开始说的 家梁情况变差 将梨出门采药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吗 魔神残渣凶煞至极 非常人可以抵御 以凡人之躯 如此频繁的接触 只怕就如那位仙师所言 为了挽回家梁的性命 师姐 已将一切置之度外了 没想到 就连将梨 最后也走上了这条老路 这就是宿命吗 为了救人 不惜害己 为了人力难为的奇迹 不惜一切追寻非人之力 现在就说什么宿命 未免也太早了 眼下家梁的情况 我已设法稳住 当务之急 是回青色庄找到师姐 平凡接触魔神残渣 对他自己的身体 也有极大的损伤 如今失踪多日 我怕凶多吉少 是我 白先生 旅行者 家梁 你 不会都听到了吧 白先生 请您带上我吧 你已经帮了我们一家太多 我不能再干看着您为将梨冒险了 况且就是因为我将梨才会陷入这种境地 我知道自己没有救她的本事 但我至少能为你们引路 我能想起来的 她每次都是去哪里采药 是在哪里跟我告别 我必须想起来 可恶 当心 气血上游 会伤到你的心脉 还是先留在这里吧 不行 得快点 快点 在我把这些事 再次忘掉之前 此行可能有诸多凶险 你可有赴死的觉悟 好些年前 我就该上路了 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只怕 在找到她之前 再一次忘掉她的事 既然如此 就随我来吧 白先生 又要出门了吗 嗯 一趟远门 琪琪 能偷你准备一下平时那副药吗 都添一份物须花粉 再加上药匣第三格 和第五格里的东西 希望能起效 白先生 这是 去吧 记得看好药炉 不要再被烧着了 好 这种感觉 跟那天迷路的时候一样 好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 要带我去什么地方 本体的影响越来越强烈了 究竟是因为距离变近 还是泄露更严重了 夏良 你能感觉到具体的方向吗 应该是 这边 此地 似乎有不祥的气息 连我也能感觉到了 我对这里 有点印象 夏良 你还好吧 要不然 你先在这里休息 我们下去找找 不行 江丽塔 一定还在等我 快点出发吧 好阴森的感觉 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 这里的开凿痕迹 很粗糙 年代也有些久远 看着像是个稻洞 稻洞 说起来 这附近确实有关于 宝藏的传说 会不会是 代宝团的人挖的 看四处遗落的工具 确实有这可能 不过 他们为什么连工具也不熟识 就将这里荒废了呢 我想起来了 他带我来过这里 说是在洞里 发现了救我的方子 但是 但是他说 这种方法会让我 可恶 怎么想不起来了 可恶 不必勉强自己 先往前探索吧 哇 这里居然还有香炉 那伙盗宝团 还挺懂享受的嘛 香炉中点的 似乎是驱逐魔物用的熏香 驱逐魔物 可我们刚刚不还遇到了一群吗 熏香已经燃尽多日 而方才遇到的魔物 恐怕 是被更深处的魔物 吸引而至的 想必当初开凿此洞的盗宝团 也是在深处 与他不期而遇 才匆匆气动逃亡 后来师姐又发现了这里 将他视作 所医治家梁的救命稻草 对了 这香炉 这香炉是江梨的东西 没错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我让江梨 是我让他对我吓了 家梁 我没事 继续往下吧 我能感觉到 他 就在下面等我 啊 江梨 喂 小心 他身边有魔物 是被魔神残渣吸引来的吗 背后就交给你了 白先生 怎么样 江梨他 还有脉象 但绝对谈不上乐观 与你身上的毒素一样 盘踞此地的魔神残渣 已经侵蚀了他的神志 若不尽快去除 即使暂留一命 恐怕 也再难兴绝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快把魔神残渣除掉吧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还记得白竹在上面 说过的话吗 家梁身上的毒 跟这里的魔神残渣 遥相联系 一旦驱除了魔神残渣 他身上的毒 也会一病失效 嗯 家梁身上的毒 不是用来压制心病的吗 那要是失效的话 难不成 不错 如果驱除此地的魔神残渣 你的命数 也就到了尽头 果然 会这样吗 等等 我们忙活这么久 不就是为了给家梁治病吗 怎么能 怎么能这样 白竹你见多识广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对吧 或者 你可以继续服用此毒 多争取一点时间 师姐的情况 我们另外再想办法 看江梁的样子 恐怕一直到昏迷前 都一心在为你炼药吧 或许 他也希望你这么做 白先生 请你如实告诉我 江梁他 还能撑多久 魔神残渣已经侵入肺腑 正常来说 不足三日 但如果我以密法师兄 可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白先生 来之前 已经有人向我说过 陌生残渣的危害 如果继续靠这种东西活着 不仅江梨 要继续冒着危险给我炼药 将来要是失控 还会殃及周围 伤到江梨跟阿渝 反正我这条命 十几年前就该交代了 能活到现在 看见阿渝长大 都算是阎王爷保佑 如果最后能换江梨回来 我就算是 就算是 小梁 果然 人该走的时候没走 就越来越贪心了 白先生 旅行者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 多看江梨一眼吧 一眼就够了 好 谢谢 抱歉 各位的恩情 得来世再报了 夏良太 白主 长生 真的连你们也没有办法了吗 寻常手段 只怕师姐这些年里都已失变了 别的方法 我也没有几成把握 生老病死 本就是凡人逃不开的宿命 若是轻易能救 江梨也不必向非人之物伸手了 怎么会 江梨好不容易才救了家梁 家梁又要牺牲自己去救江梨 这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我还是习惯不了生离死别 不管见过多少次 凡人之间终有一别 死得其所 或许也是个不错的落幕 至少你的师父他们 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的选择确实令人动容 可那些死得其所的生命 往往 才是最不该逝去的生命啊 当初我们说好 只要阿瑜长大到能帮你采药 就让我上路 你看现在 他都能带我上离岳港看病了 还去帮你挂了委托 就算我不在 你们俩 也能好好活了 已经不需要更多时间了 请你们 送我上路吧 你的心智记忆都会被他侵蚀 到最后 就跟死了没有两样 用吧 至少 我还能守着你们 看着阿瑜长大 妈 爹的样子不太对 没事的 没事的 妈妈这就去采药 我们一家人 谁都不会有事 都到这时候了 还想这些做什么 人哪 真是越活越贪心 真想再听听你的声音啊 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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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醒了吗 江梁 阿瑜 我不是 这些东西是 死而复生的感觉 如何呀 若有什么不是或者异样 可否详细说与我听听 白先生 我 我不是应该 你确实已经死过一回了 如今的你 比起人类 更接近一具僵尸 僵尸 不错 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托七七准备了一帖 不死之药 将你的身体 维系于生死的霞凤剑 虽然距离真正的 仙家之术还差得远 估计只能为你延续一点寿命 至于具体是几日 几月 还是几年 我也想借此机会 再观察一下 但无论时间多久 应该都够你好好到晚别 再安心上路了 不知胡堂主 可还接受这样的安排 不死之药 你究竟在背地里 鼓刀了多久 居然连这种东西 都给练出来了 名不副实的半尘品罢了 如果不是家梁的意志坚定 恐怕也发挥不了几分效用 说到底 我只是一名医师而已 不懂那么多生死循环 阴阳手长的大道理 只知道眼前 既然有一条 值得拯救的生命 就没有理由不去拯救 何况在我们出发之前 不就是胡堂主 让家梁来帮忙引路的吗 嗯 果然暴露了吗 若非胡堂主特意提点 我们后来恐怕 也不能及时找到世界 难怪当时媒体不死药的事 全连那种时候都还在提防我 胡堂主还嘱咐我 不要随便乱说 结果 还是瞒不过白先生啊 可不要小瞧了我的鼻子啊 我不过是看家梁 一直记挂着失踪的家人 想让他了却心愿 尽早上路而已 免得回头徘徊不去 还得费心超度 就是没想到这单生意 最后还是被不补卢劫了糊 算了算了 就当做订单延期吧 唉 原本有个七七就已经够头疼了 现在居然又多了一个 早知道一开始 就把他拉去往生堂该多好 我 我一定会成为比白先生和妈更好的钥匙 再治好老爹的 你 别再打我爹的主意了 想跟往生堂抢生意的人 两个云来海都撞不下 那你可得多多努力喽 旅行者 派谋 我们改日再会了 啊 终于 走了吗 啊 总算改一段落了呢 为了难得的重建 是不是该做点什么 这种时候 就要做顿好处的来庆祝一下 上次在饭桌上 跟江里阿语聊天 都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 听上去很值得期待呢 首先 得去集市上选最新鲜的食材 出发出发 大姐姐 我 我也来帮忙 白珠 这次 真是多谢你了 师姐哪里的话 我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事而已 该做的事吗 白珠 唱声 要是方便的话 我们到外面叙叙旧吧 你 刚变成 半个僵尸 要注意 几件事 前辈 请说 第一 不要忘了 柔软体操 第二 不要忘了 嗯 不要忘了什么 忘了 别 不知不觉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呀 长生还是老样子 一点都没变 你倒是变了不少呀 是啊 当年的我 怎么都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 也想不到 连白珠你也会变成这样 我已看过你的不死药 其中药里 与我锁链之毒 有几分相似 以毒素维系生前的状态 的确是个绝妙的构思 师姐不会是要怪我 擅自效仿了吧 怎么会 以你的资质 即便没有先例 假以时日 也能自行推演出来吧 但从你与家梁相遇至今 不过区区数日 就能将这毒研究得如此透彻 甚至还借它改进了原有的药方 这就不是资质可以解释的了 白珠 你如实告诉我 你 可是亲自试过毒了 啊 我就说你藏不了多久 长生的契约能转移的 恐怕不只是生机吧 果然还是瞒不过师姐啊 不错 除了生机 长生的秘法 还能转移毒素与疾病 第二次为家梁治疗时 我就向自己转移了部分毒素 疗以减轻她的负担 也利于深延期毒性 不过眼下所有余毒 皆已随魔神残渣而去 师姐也不必再担心了 这也太冒险了 如果那时候没有除掉魔神残渣 就连你自己的身体也 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你呢 当年我之所以远离师门 避而不见 就是不想让时日无多的师父 继续折损寿命来医治家梁 却没想到最后 我冒险炼毒 一样是以命换命 而你 以身试毒 一个两个 全走上了师父他们的老路 难道这就是我们这一脉的宿命吗 为了救人的执念 短寿而终 执着于忤逆生死的奇迹 不可自拔 宿命一说 可不该从一名医者口中讲出来呀 白珠 我看得出来 这些年里 你已经用契约向自己转移了许多病与毒 其中有不少 其中有不少 已经连我都看不透了 你 还可以收手吗 师姐 你是知道的 我们这一脉 哎 个个都是这性格 喂 开饭啦 妈 来吃饭啦 大姐姐教我做了好多菜 说是连爹也能尝出味道 你也来试试吧 好好好 妈这就来 哎 慢点跑 白珠 我知道自己劝不动你 但还请不要忘了 如果你不在 琪琪 阿贵 所有亲近你的朋友 都会为你伤心的 师姐不必挂心 我自有分寸 唉 但愿如此 白珠 江丽他刚刚说 你不在了 是什么意思啊 你 你该不会有事吧 包括他们的师父在内 我的历代契约者 无不短寿而终 怎 怎么会这样 长盛你不是能让人 言念一寿的吗 这就是 一个很长 很长的故事了 彼时 曾有极力荼毒众生 一名药师立下宏愿 又根除世间疾苦 可凡人纵有人心妙术 亦难敌天灾死虐 行医疏灾 就连最亲近之人 也纷纷染样 将与药师诀别 传说在陈玉谷的群山深处 住着能医百病的药军 要是孤身百山 却只在山中 寻到一条耗尽力量 气息微弱的白蛇 签下契约 与我共生 我便能传你救人的秘法 但切不可忘记 此法终会害己 药师以超越凡人的手段 逆转生死换来奇迹 但离别依旧不弃而至 只是于世长死的人 成了耗尽生机的药师 最后 药师将契约传于 他最后一位病人 他最中医的弟子 那名弟子 则决定用这条性命 去挽救更多生命 一代如此 代代如世 自我继承契约以来 我对历代师祖们选择的道 与我自己即将行的路 都坚信不移 直到我欲以此法 去救治一位后辈的至亲 他爱求我 莫再自损生机 说这是引阵止渴的邪法 说这是有备天理的毒术 说他不愿用一位至亲的牺牲 去换另一位至亲的性命 那时我才想起 在我失此事之际 我心中的痛楚 与病榻前的家眷 又有什么分别 因着契约而造势的一条条性命 又何尝不值得挽救 这份契约与我们而言 究竟是药 是毒 我余下的时日 也不足以找到答案 我将这一问与长生 一起托付给你 唯愿你能寻到 劫此癥结的一方 一次又一次 无论我怎么给他们提醒 为他们调理 都改变不了这结局 你呢 可有答案了吗 我若放弃契约 无人共生 你会如何 嗯 大概会趁最后一点时间 回药军山好好睡一觉 然后就能去见我的老朋友 跟你的师祖们了 那就不必再考虑了 既然眼前有一条值得挽救的性命 我又知道挽救的方法 还有什么不救的道理 哎 又是一样的答案 罢了 闭上眼睛 这份契约 不知还要再传多少人 不 我会成为 最后一任契约者 继承契约 对星星也有要求 历代契约者 星星皆至纯 然而至善之人得此秘法 却比常人更容易被这忤逆生死的奇迹吸引 即便他们比谁都清楚结果会如何 但面对云云众生的悲乎哀鸣 至亲至有的生老病死 终究还是会动用非人的力量 就如扑火的飞蛾 在众生皆苦的长夜中 追寻超脱生死的希望 那 白猪你岂不是 至于我 大概就是那只既想追寻光明 又不想被烧着的蛾子了吧 长生的秘法只是转移了病痛 却无法减少世间疾苦 就像家梁会为师姐的危情慌乱 师姐也会为家梁的牺牲悲痛 我尊敬那些为了理想献上生命的师长们 但我并不打算成为他们 也不希望这份契约继续流传于后人 可是你都往身上转移了那么多病 毒是什么 病又是什么 本质上不都是一种影响人体的方式吗 如果说不同于平常的表现 就能被称之为病 那么不死药 会不会也是一种毒呢 穷究百毒百病 已达不死之境 即便在常人看来有备天理 但与我而言 这跟先人们变长百草 克服百病 并无区别 我既不想让后来者继续因契约而短寿 也不想让长生失去契约而逝 那么答案 不就只有一个了吗 不错 我会成为最后一人契约者 让契约的传承 在我身上终结 人正的不死 就连当年的魔神们都难以企及 既想救人又想救己 最后连我也想救 可真是太贪心了 若不贪心 还是凡人嘛 畏惧烛火 却又向往光明 如此自私的鹅子 就只能往月亮上飞了呀 我都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 白先生 大姐姐 你们还在聊什么呢 快来吃饭啦 还有长生 派蒙 可以来喝 叶奶 算了 还是吃饭要紧 别的事情 就等吃饱了再想吧 哎 有时候真羡慕派蒙 吃饱喝足 就能常乐知足 哈哈 叫我们这些凡人贪恋一生的 不正是这些渺小的幸福吗 吃饭 explains %&%&%&%%&%&$% product várias 跟我说 为什么不疼 表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